涼麵看來清爽Q彈 扮上美乃滋 是嘉義人的最愛 想外帶也可以 我要外帶三個加辣 外帶三個 辣要自己加 還有帶小袋子嗎 那個是等於上才有 點了三盒涼麵 想加辣得自己動手 一盒一盒加 否則就要多買一盒 就有消費者不滿 在臉書PO文 說媽媽當場要小袋子 店家態度不好也不回應 一旁好心人買了四碗 願意出讓小袋子 店家也不同意讓人傻眼 加辣的人可能會比較適合 用進袋子裡面比較倒得出來 涼麵外帶加辣的方式 一改再改 引發顧客不滿 業者說會在檢討改進 員工的可能態度不是很好 那我們也會在稍作進行改正 然後我們會加強員工的訓練 其實有的店家 因為是自製的醬料 成本考量會限制顧客取用 但有店家即便是自製的醬料 也提供小袋子 由顧客隨自己的喜好取用 自製醬料受歡迎 業者說無形中 也會帶動主產品的銷量 他們十分樂意 TVBS新聞極健亨嘉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